我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恐怕身上都要带把雨伞了 会是与神同行的一周 不过我们来看今天早上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今年的第一颗台风叫做爱维尼已经正式的生成 但是又再次完美的闪过台湾 因为看到它的路径直接是有点偏东的北移 会朝着哪里呢日本琉球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对台湾是不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未来一周还是会不断的下雨 雨很多主要是因为有两道封面会陆续的进来台湾 所以会影响我们造成未来一周都是多雨的形态 那来看一下期间的变化 好明天来说就是个封面接近的日子 所以呢今明两天其实主要盛防的还是在午后雨的部分了 不过呢封面这个影响最剧烈的应该就是落在星期二跟星期三 尤其是在星期二这一天呢 要小心可能会有局部好雨出现 尤其是在北台湾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地区 要盛防好雨在星期二这一天 不过呢在星期三之后 星期三星期四开始就要换成南台湾要留意了 因为呢封面开始难移之下 5月29号开始变成了南台湾要防范较大的雨势出现 所以未来一周整体来说 先是北部西半部雨下的比较明显 那再来就会遍遍雨漬渐的雨区就转移到南台湾 再整理一次哦 明天的午后北台湾盛防大雨 星期二开始封面雨炸西半部地区 星期三到星期五就要中南部地区留意雨势 不过呢到了周末 又会有另一波封面再袭 届时再关注一下天气形态了 整体来说未来的一周都是雨下的蛮剧烈的一周 尤其在星期二 那会影响的势必还有菜价也颇动啦 因此呢云林的菜农今天就赶紧加班来采收空心菜 清洗装箱送往合作社 那彰化的葡萄果农甚至号召全家老小都会来帮忙 湿大大的天气准备来临 因为原本为在菲律宾的热带性低气压 升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爱维尼 早上霸电发展成轻度台风 目前往东北移动 二七二八二九这段时间的话 会从大概旅宋岛的 琉球群岛的东方海面逐渐的北上 虽然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比较低 但周一还有另一个封面报道 全台准备变天 尤其是明天的午后的话 在东部一北地区跟其他的山区 明天午后的降严几率会蛮高的 下周二周三 雨势会最为强烈 民众要做好心理准备 看天吃饭的农民 周日清晨也不敢休息 把采收回来的空心菜 清洗分装 一箱箱准备送往合作社 台风加上封面 双重压境 就怕鱼蛋狂炸 夜菜类经不起摧残 菜农们趁着天气好 加班强收 减少损失 那现在菜价也不算在高点 然后品质正好 所以农民的快人抢收在冷藏庆里面做储存的动作 这样化的葡萄农也同样忧虑 竟然全家大小都出动 赶快把这饱满甜美的果实全部采收下来 有时候如果真的很赶的话 有时候我们还会带头灯 加夜班 边左边访问 活农一刻不得闲 就怕大雨一来心血化为乌有 不敢钓鱼清晰 能采多少是多少 解中部综合报道